在西嶺福興宮跟飯店連名 推出太平肉 肉粽在前面 也來團賞到肉粽的煮味得很好 在西嶺福興宮來 兩位主持人對小孩在做網路的地步 在介紹太平肉粽 推出太平肉粽 就我們是推出肉粽的好煮味 當時也希望說 團達太平脈 滋滴到糟糊 在疫情這麼嚴重的勢力 讓大家在五日這時 可以吃一個冰安葬 本來在疫情之前 我們就在思考說 怎麼跟我們所謂臺灣的民俗的一些文化 做一些結合 端午也是算我們臺灣的一個重大節慶 廟宏跟飯店連名推出這個應景的美心 讓大家看到這個特別的作品 也讓消費者準備肉粽的時候 多一項選頂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與眾多川的文化 全新的民進 一躁 吃 隨從 ög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